海中有一位复言 带着六岁女儿 还有七个月大的婴儿搭公车 那么在台湾大道跟中华路口 要下车回家 他表示当时正把婴儿车推下车 司机就着急关门 没有注意到还有六岁的女儿 在后头导致这名小女童 被车门推下 好跌落在车门爬 差点就被车子碾过 妈妈目睹全程下道 全身冒着冷汗 事后客运业者跟司机亲自上门道歉 公车靠站乘客陆续下车 司机关上门直接开走 不过仔细看车尾监视器拍到 一名小女童趴在地上 妈妈心急把她拉起来 原来她差点命上公车轮下 手脚受伤包起纱布 因为受到惊吓至今无法去上学 我就趴在地上 然后那个车就很快就开走 妈妈就救我 对门推下来 后来又开门 因为因为她还没下完嘛 对然后后来就关门 然后她就整个跌落下来 我等一下等一下 整个天哪 我吓死了 真的太恐怖了 2号晚上8点多 不然搭乘公车300号 她推着婴儿车 里头有7个月大的婴儿 一手拉着6岁大女儿 在台湾大道跟中华路口 距离站下车 她才刚把婴儿车推下来 司机就急着关门 大女儿来不及 跌倒在车轮旁边 她目睹全程 吓到全身发抖 我说第二姐 你就说 那第二姐 那司机就会看不清楚 看不到 那如果这个BRT这么危险 第二姐车厢会看不到 那这个公车还可以行驶吗 第三个门 是莫尼克是稍微会有点看得到的 好像有一个影子 冲出去 我就知道 然后确实就关门走了 因为高温高温的状况之下 那个有时候的话 就会造成一点点的故障 客运业者带着司机亲自上门道歉 说车上人多 加上监视器故障 看不到第二节车厢的母女 虽然强调会负起全责 但公车门商人意外频传 妇人要求相关单位重视问题 别让搭公车这件事成为阴影 只有林宏基盘新一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